你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个印象 说你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了 我们中国人经常说面子 像刚才你介绍了那么多种类 你有没有感觉 就是我们通常在什么情况下 会认为说这个人不给我面子 这个人让我丢了面子 然后我也得给这个人补一下面子 有这样的场合吗 现在有了 时间长了 就是爱面子的心理是会传染的 不知道是爱面子 反正就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时间长了 我就开始发现 好像我开始有一种咕咕怪怪的感觉 跟以前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咕咕怪怪的感觉 人说我然后有一种咕咕怪的 以前没有的感觉 伤了面子的感觉 对 我就是开始知道 我说这个人 我让他 我能从他的表情 可以看出来他好像有点便扭 可能是我说的那种 可能是有一点上面子 泛泛的说呢 人都爱面子 就是只是区别在于爱面子的程度的不同 是 可是你说到美国人 你不能说面子 这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你就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没有这种面子的观念 没有 所以你一说面子 这马上就离美国文化远 很远 它是中国背景下的这么一个词汇 可能我们探讨的说这个人他多爱面子 不论男女老少 自豪 一种自豪感 这个都是我们在我们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的事 对 这个面子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 就像我刚说的 是补面子 什么 什么丢面子 什么 把脸摔地上 什么各种各样的说法 你可能说还有什么 拿我的面子当鞋垫子 免皮厚 免皮薄 这个 这个就已经是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婉转的一个文化概念 面子 这个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很很婉转的东西